如果大家也想要自己的蟹爪兰开花开出这种状态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有三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尤其是有些花友的蟹爪兰已经长出花苞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把这些嫩叶给它去掉 因为现在是它的花芽分化期 如果它还在不断的长新叶片 那么它消耗的养分过多 就会严重影响到花芽分化的数量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嫩叶给它摘掉 给它储存更多养分来花芽分化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给它补充营养了 如果大家不喜欢用有机肥担心招虫不干净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蒸根状化型营养液 因为这种蒸根状化型营养液呢 它也是属于一种有机肥水 不担心招有害虫 不担心烧根 不担心肥害 我们只需要每次浇水按照一笔一千的比例 对水浇光根部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给它多晒太阳 只要气温不超过28度以上 我们可以给它多晒太阳 如果超过28度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适当遮阴 不要给它晒伤叶片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卸转栏开花多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